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星星画展的一位画家 然后我在台底下听星星画展五个领袖 给美院的学生聊天 就那天晚上我就特别喜欢他 觉得像兄弟一样 然后一来二去就成了哥们了 1982年初我去纽约 一大早他到校门口来和其他同学 一块送我 就跟昨天的事情一样 然后到了1984年 我们忽然就耳闻他的齐王扔出来了 孩子王 树王 就大家都惊到了 那跟今天的80后 90后 甚至00后的读者来说 那真是古代的事情了 你看80年代出了一大堆 我们这一波的作家 40后 尤其是50后 现在大家都是老人了已经 我愿意说就是 跟那批作家比 阿诚一直没有过去 他其实不太在国内再发表文章 也差不多要35年以上了 因为他87年也去了加州 但是大家一直惦记他 一直到今天 出版社也好 读者也好 就一直在期待他能不能过去的文集 再出来 大家再看 他一直没有过时 所以在前一次他的集子出版的时候 我接受也是这样的访谈 我就说他是一个作家里的作家 蛮罕见的在那一代人里面 同时阿诚差不多是我写作的老师 我跟沐昕瞎聊 他一天到晚聊文学 但他从来不教人怎么写作的 阿诚真的会教我 甚至我1996年学会电脑 都是他这么几乎手把手把我教会的 在阿诚这次再版的老作品里面 我格外喜欢威尼斯日记 当时出版以后我读了 那个是台湾的版本 我立刻写信告诉他 他写到现在 当时他40出头 这是他最好的一本散文集 我回头会念 念我以为特别好的一两段 很短 我为什么觉得好呢 就是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日记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同时又真的很像日记 第二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游记 它变成日记 如果大家真的读过这本书 可以自己去体会 它能够让他的日记 能够让他的日记一直在一种文学的节奏感和呼吸感当中 我选的是哪两段呢 就是非常短的两段 几乎不像日记 几乎不像日记 介于诗和散文之间 但好像又都不是 这是他特别让我 佩服的地方 我念一段啊 18日下午开始刮风 圣马克广场那些接吻的人 风使他们像在决别 游客在风里都显得很严肃 没有了 就这么两行字 这真好 真好 我当时第一次读 读到这一段 我真喜欢 它每一天的日记都有料 都有感觉 但是都很洒脱 就那么斜斜 有话就多说 没话就少说 然后忽然会聊看篮球的事 哪个队输了 哪个队赢了 然后忽然又开始聊中国的喷条 什么鱼是怎么回事 这只有阿诚写的出来 这是他一直到现在迷人的地方 另外一段是 十日 在一座桥边 看到桥上的一块石碑上 刻着莫扎特 曾在此住过 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找不到那座桥了 没了 就这么两行 这全是文学的感觉 文学的语言 你第一句 在一座桥上看到 莫扎特曾在这住过 也许别人看不出来 写得出来 我相信 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家 写不出下一句 就是后来找不到那座桥了 但他又好像完全洗掉了文学 他就是一个人的感觉 你要是在威尼斯待过 或者你在中国的水乡待过 你真的 你到了一座 你特别喜欢的桥 但是第二天 你找不到那座桥了 这是非常对的 一个人的感觉 同时他立刻变成文学 我就选了这么两段来念 我不知道今天的现场 会有其他嘉宾 会念他的哪些段落 我念这么两段 就是 我真的想告诉大家 为什么阿诚到现在 大家仍然会惦记他 佩服他 而且会被他打动 会被他带进去 可是他后来就不太写了 他无所谓 真特别牛逼 这么有才能的一个写家 可能我偏爱阿诚吧 他跟我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但我在同代人当中 我找不到有谁是 像他那样这么好的文学感觉 同时这样子对待文学 他就不写了 但他现在终于同意出这些集子 我非常高兴 可惜我这次不能到现场来 有事 就跟大家先说这些 谢谢大家 我需要说话吗 可以都行 还可以说 对还可以说 我觉得 我还可以开一点 集王出来以后 好像连连的得奖 得奖呢 有一次带到福建去领奖 他说他在台上拿过那个钱 就开始数 大概就八千块钱还多少 当时很大一笔钱 他不管了 他真的就会在台上数 他对他的饥饿 他的匮乏 就我们的带人过来的那种 他很帅直的 就表达 他一点都不想装成另一个人 他永远是他自己 OK 还要说 没有了 这些也能用吗 我就想把他拍照 就杂简 OK 随你变 随你变 但有些我觉得可以用的 要让大家知道 阿诚是怎样一个人 阿诚被大家说坏了 什么道啊之类的 弄得神神道道 在我眼里阿诚就是一个 一个 自信自情的人 可能我们太熟了吧 有感情在里面 我就是很珍贵的朋友啊 一辈子你能 你教不到的 就给你遇上了 我蛮早了 我们好几年不见面了 人老了难免的 他今年六十九啊 六十九 我六十六 哦 他今年七十了 我操 他四九年生的 天呐 我到美国不久 他就 我很想念他嘛 他寄了一张照片给我 其实他才三十二三岁 应该 三十一二岁 他就说 心里面说 他说 你看像不像 拉出去枪壁的样子 哈哈哈哈 哎呦 真假的笑话 我操 我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笑 太多了 嗯 我一辈子有两个人逗我笑 逗太多了 一个木星 一个就他 呵呵 中文字幕 李宗盛